想不想看向下雨一样的流星呢? 人在这一辈子有机会看到这种等级的流星雨 机会可是非常非常的少 如果我们将流星雨分成几个等级 当流星雨超过1000颗以上 我们就称为流星暴 上次出现这种等级的流星雨 已经是2022年的狮子座流星雨了 当时我在高雄的藤芝 一个晚上看了几千颗的流星 那一年可以说是状况非常非常的良好 不过这几年的流星雨 大概就是每小时100颗左右的大小 而今年呢 2022年有一个特殊的流星雨 就是五仙座的流星雨 这个流星雨呢 今年预估值非常非常大 可能每小时会超过1000颗以上 你要知道流星雨的行程 主要是因为彗星的关系 当彗星运行在太阳系中的时候 它会沿途掉东西 这个掉在路径上的东西 被吸入地球以后 就会产生流星 而当有一团大量的物质 被吸入地球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流星雨了 而这一次的2022年的五仙座流星雨 或许可以让你看超过1000颗以上的流星 主要原因是因为五仙座流星雨的彗星 它原本是一个短周期的彗星 每16年就会经过地球一次 那大小大概在一公里左右的大小 在1995年的时候 科学家发现 这个彗星已经被分裂成五大碎片 因为大量的分解 所以这个彗星在它的路径上 就会残留很多的彗星物质 科学家估计 这一次的流星雨 将会经过这个彗星大量密集的碎片 所以有机会会产生流星暴等级的流星 而这一次最佳的预估时间 是在台北时间中午左右的时间 不过在台湾晚一点时间 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预估总是有误差的嘛 所以总有机会 而要往哪里看呢 这次的流星 它的位置比较接近 木夫座的大脚星附近 现在手机很方便 你可以使用观星软体 找一下大脚星 应该这次流星雨 会出现在这附近左右的地区 而在台湾 大约太阳下山以后 你就有机会可以看到大量的流星了 当天一黑 木夫座跟五仙座 就会已经挂在天空上了 并且今年的月象非常的好 如果天气良好的话 可以到高山或是到海边 主要就是远离城市 在城市中会有光害的影响 会减少流星的量 而下一次预估有这么大的流星雨 可能是2034年的 狮子座流星雨了 看看今年有没有机会 没有就要再等十几年了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频道 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 晚上有机会去看一下流星雨 或者是流星报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哦 拜拜